现在许多青年人追求世界和平 想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但权力控制者并不听他们的心声 年轻人到底能为世界和平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我前面所讲的 修养自己的道德 向古圣先行学习 学佛的人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榜样 中国人恐懵是我们的榜样 孔月沉人 孟月取义 孔梦之道 仁义而已 你真正能做世界和平工作 你要问 用什么方法能有很好的效果呢 教学 教学的范围非常广大 你可以专攻一门 我们在讲习里面 讲过不少次 我肯定 我相信 所有世界 所有世界 无论是哪个国家 哪一个族群 哪个宗教 那些大圣 大学 都是真理的画人 他们的形象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言行 代表真理 我们可以学一家 把这个真理 在我们这个形象 这个身体上 严行 显现出来 发扬广大了 这是最好的做法 你说孔子 一部论语 够了 儒家 实在讲 一部四书 四书是 儒家学术的 精华了 这四样东西 学一样东西做行 你在这个一生当中 肯定有大受用 肯定有大影响 影响的越深 影响的越广 就是你对世界 和平工作 做的越多 佛法里面 大小城的经论 毫如野海 学一部 彻底做到 这一部经论 在你这个形象上 活起来了 哪有不能影响 世道 人心的道理 这个权力控制 控制不了你 这个不相关 专心从事这个工作 还是一句老话 你必须要放下 明文力 啊 决定不被 这个社会 四身相为 促乏的诱惑 你才能有成就 你才真正能够得到 真理的精髓 粘上一点点 一丝毫 明文力 啊 在佛法讲啊 你是有漏了 有漏 不成气 换一句话说 你不能成就 这个道理 不能不同 休极 而后 能力生 啊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